不論你想聽以前的也好 你想聽現在的也好 甚至你想寫將來的也好 多給一次機會 我們在這個地方大 我們在這個地方生活 我們講這種語言 如果我們自己也不喜歡廣東歌的話 我們就等於 真的放棄了 本身我自己也很喜歡廣東歌 我還沒入行之前我是樂迷 到我入了行後我就是從業園 今年年頭的時候 曾經有過一場大辯論 究竟樂壇爭死如何 我自己作為一個從業園 又作為一個樂迷 我從來都不覺得樂壇會死 甚至乎我還覺得樂壇 比起早十年八年還生長得很好 當現在這個樂壇同時間可以容納到 MIRROR加林家謙 加SIRENI MIRROR 超級偶像派 我們很多年都沒見過 林家謙令我想起 以前陳八強 或者倫領亮 那些真是很創作型 音樂才子 然後SIRENI 是奇葩來的 所以扮演這個展覽 就是要透過回顧廣東歌的過去 令大家投入廣東歌的熱愛 心重新復復跳 因為不論你開心好 興奮好 或者你憤怒也好 你的心都會跳 最怕是心不跳 十二年前開始 真是很勤力地寫 當時還是一個情歌年代 當時也寫了很多情歌 但來到上年因為疫情 所以有蒙著嘴說愛你 亦都因為社會的氣氛 所以我幫吳奕坤寫了一首原始心態 在這十二年裏 我感受到最強烈的變化就是 歌手是越來越有自己的想法 越來越想透過自己的音樂作品 去表述自己的心聲也好 意見也好 立場也好 以前大家都會覺得 唱片公司對歌手的操控力 力度是強的 但我看到的演變就是 近年唱片公司就越來越 讓歌手有自己的個人意識 去擺在音樂作品裏面 我覺得這件事很好 上年跟他緊密合作 由蒙著嘴說愛你開始 緊密合作三首歌 跟他聊天後 我是出乎意料之外 以前我以為他是純粹一個偶像 想做明星 當我跟他聊天後 不是啊 他的想法 他對自己的了解 他對於音樂行業的了解 他二十一歲嘛 比起很多三十一歲的人都要豐富 我想像不到 尤其是孤獨病的時候 因為做完蒙著嘴說愛你 那首歌也挺好反應的 他唱輕快歌的音樂風格 突然變成一首很沉屈的 很多吶喊在心裏 我已經好奇了 突然想選擇一首歌 然後他跟我說 他很想說情緒病 因為我也有經歷過 我幾次都很想寫情緒病 但是 要歌手真的有經歷過 才會了解 結果他講了他的經歷給我聽 對不起我在這裡 是不會告訴你 這些是物理 以前這個行業很封閉 我希望這個行業可以越來越開放 隨著科技給予我們的方便 平台給予我們的選擇 我想樂壇這件事越來越開放 讓不同的人都可以入到你這裡 我覺得我沒有這樣的智慧去看通局面 我只可以代表我自己 陳榮謙去告訴你 如果Robert Bennett找我寫歌詞 我一定會寫的 他們是這麼好的樂隊 他們經歷了這麼久 他們一直貫徹 始終是代表這個城市說話 如果周伯豪來找我寫歌詞 我都一定會寫的 他是我的兄弟來的 我們之間的兄弟情是大過很多東西的 沒有周伯豪沒有我 他不是第一個找我包碟寫歌詞的人 我不會有這麼多機會寫歌詞 我都會寫的 我覺得有一些東西 仍然是凌駕於立場 那樣東西是感情 offline 秘邁 Child 請 男生 男生 女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